巴勒斯坦卫生部说 以色列空袭了约旦河西岸北部的 巴勒斯坦难民营 怎么回事 我们交给记者韦佳琪 以哈冲突持续延消 尤其是现在 以色列加大空袭加萨走廊这个地方 那么现在巴勒斯坦就指控 以色列军队在轰炸难民营 酿成六个人死亡 那么这一回发生的地点就在这里 这个以色列空袭约旦河西岸的北部 这个叫做努尔沙姆斯的地方 这里有一个巴勒斯坦的难民营 那么酿成了六死多伤 而且他们已经被送往了 萨贝特政府医院来急救当中 只不过这一回 这个以色列军队还是持续攻势不断 他们的目标是要消灭哈马斯 但是有很多的平民却都因此死伤 那么现在巴勒斯坦卫生部的官员 就讲到了自从战争爆发以来 光是在约旦河西岸这边 就已经有300多名的巴勒斯坦人 遭到杀害 他们希望这场战争可以赶快画下据点 还给这一些平民一个安全的空间 只是加萨大部分地区的通讯服务中断 也影响到救助巴勒斯坦伤亡人员的工作 我们继续交给佳琪 以色列现在加强攻击 虽然他们有呼吁这些巴勒斯坦人 可以赶快往安全的地方去 但他们就很无奈了 现在到底哪里还有安全的地方呢 我们现在也来看到的是 其实现在在加萨有个最大的问题 那么就是已经加大空袭之后 大部分的地区通讯都也已经中断 因为很多通讯设备都已经毁坏了 所以就连要来救助伤亡 巴勒斯坦人的工作 现在也被迫因为通讯中断而停止 所以在加萨走廊这边的状况 其实是蛮糟糕的 而现在以色列的参谋长哈勒维就说了 这场战争恐怕还会持续数个月 没有神奇的解决方法或途径 因为外界都希望这场冲突 能够赶快画下据点 但是就连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都认为 现在应该要强攻 所以这种战事恐怕没有这么快会结束 只不过加萨卫生部就统计了 已经将近有两万一千名的巴勒斯坦人 被乙军攻击而丧生 那么现在乙军增加了攻击力道 要求平民赶快往南部更安全的地方 去躲藏不要被空袭的炸弹给波及 但是他们说现在根本没有一个安全的去处 我们到底要去哪里 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战争确实不会这么轻易就结束 现在甚至还有扩大的趋势 不止美国伊朗的冲突加温 红海危机也很紧张 锁定敌对空中目标击落 这是以色列军方周二公布的影片 称空军战斗机在红海上空拦截飞往以色列的物体 打了十一个星期的以色列哈马斯战争 如今已出现外阔迹象 不止以色列 美国海军十个小时内 在红海拦截夜门叛军青年运动 发动的十二架次无人机攻击和五枚飞弹 美军资深官员上周表示 伊朗支持的夜门叛军过去一个月 在红海对十四艘不同的商船 发动至少一百次攻击 上周末 一艘以色列附属货轮 则在印度沿岸遭到攻击 美国五角大厦直指是伊朗无人机所为 尽管伊朗否认 印度海军宣布将在阿拉伯海部署飞弹驱逐舰 而前一天 美国总统拜登才下令美军 对伊朗支持的民兵进行报复空袭 迎三名美军在伊拉克北部 遭无人机袭击受伤 伊拉克政府谴责美国空袭 造成一死十八伤 直指这显然是敌对行为 伊朗则控以色列空袭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近郊 杀害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自身将领顾问 扬言必将报复 在美国和伊朗势力 等于一打七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以色列军方高层警告 战争将在继续好几个月 战火更已扩大到加萨中部的城市难民营 在这个联合国营运的学校 数千人又要被迫再次逃难 很多人已经不是第一次 或甚至也不是第二次 尽管其他地方早已人满为患 他们也只能逃 好一点的搭车或坐旅车 绝大部分的人要靠自己的双脚徒步 加萨几乎所有人都被迫离家 约200万人流离失所 上战更让北加萨和南加萨宛如鬼城 伊哈战争要何去何从 以色列总理亲信德莫尔 周二赴白宫 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安顾问苏利文 常谈超过四小时 白宫希望以色列停止高强度战争 要为战争下一个阶段找出路 中东冲突短时间很难消灭 而对于未来加萨的掌控 以色列有一些推演 我们要继续交给佳琪 伊哈冲突接下来是要走向停火 还是会战事先及 现在就在分岔路的路口 怎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就讲到 现在的战术有可能做一个转变 从现在的空袭轰炸等高强度的攻击 是不是要演变成特种部队的地面性打击 只不过这么做的话 可能没有办法一网打进哈马斯 尤其是现在有序停火面临到一个阻力 那就是设法达成保障加萨 不会对以色列构成安全威胁的有序停火 只不过巴勒斯坦要掌管加萨的话 现在以色列有意见 因为以色列认为自治政府需要做一个根本性的改革 他们才会放心 只是现在我们等于检视起在红海安全的部分 因为胡塞组织之前是袭击了商船 在印度的西海岸也有船只遇袭 所以人家就说了 美国很有可能会对胡塞组织做一个预防性的打击 甚至在胡塞伊朗卷入了整个地区冲突之中 而以伊朗的升级的对抗也在这边同时发现 包括了以色列离巴嫩边境交火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级指挥官被以色列给击毙 那么负责区内武器的运送 他现在遭遇到这样的事情了 所以伊朗透过真主党来袭击以色列 那么在这个地区的局势可以说是越来越复杂 所以现在外交的担心 如果不停火 是不是有可能这战事将会往上升级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国际讯息 不妨扫一扫QRQ 帮你更新最新的国际资讯 两岸紧张最紧张 最担心会有事的就是日本 日本国营电视台NHK 特别找TVBS合作 进入到花莲空军基地采访 那报道也引起日本网友的热烈讨论 关上座舱照 台湾空军的主力战斗机F-16 又要紧急上空 这是花莲空军基地的日常 只是用镜头记录的 却不是台湾媒体 日本国营电视台NHK 特别找上TVBS合作 用超过13分钟的时间 在国际报道节目中 向日本人介绍 在大陆解放军 加强军事施压台湾时 我们的空军是如何应对的 只要有攻击心台 飞官们就得在6分钟内起飞拦截 这样的场面几乎天天上演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变成要作战的情况 所以我们所有的教官都很珍惜每一次的训练 空军第17作战队的分队长何承玉 NHK称他是王牌飞行员 何承玉不只要分期共军的战术 还要安排课程教育年轻飞观 NHK的报导在日本受到广大回响 有网友留言能真实感受台海紧张 也有人想更了解国防部的备战状态 不过更吸引日本人的 却是何承玉的一双儿女 这是我的儿子何平 这是我的女儿何玄 当然大家都不希望真的有战争 那我们所以我们日常的训练 都是在预防这件事情的发生 把期待两岸和平的心情 寄托在小朋友的名字里 何承玉的每一天都在为台湾努力 TVBS新闻这么多